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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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到目前为止 也有六十八人得死病急 六十九人 药店都没药了 看大夫们回来了没有 李大人 报告大人 查到现在患病人数已增至七十九人 王头他们还在查 七十九人 再查 是 走 是 大主 这怎么办 哥 哥 你忍着一点 现在好多人都病了 都找不到大夫 彩莲正在给你熬药呢 你忍着点 忍一下啊 放开 你怎么样 哥 哥 你还 大主 二主没骗你 没 你要知道你现在难受可没别的办法 好大 快 快 忍忍吧 快 大主 大主 一百零五人哪 大人 此病来世凶猛 小的已经用尽了验法 唯一肯定的是 此病全息中毒而起 可这毒到底是什么毒 小的 却是无能验出 真是前所未见 前所未见呀 哎呀 中毒中毒中毒 咋又是中毒啊 这儿也中毒 这儿也中毒 那儿也中毒 大人 十郎中 宋郎中来了 你们先去忙吧 好 十郎中 宋郎中 你们来了就好了 一路上辛苦你们了 哪里哪里 应该的应该的 大人不也辛苦吗 二位 俺知道你们已经奔劳一天了 本官请你们来呢 就是想让你们帮我看一下 这个病情的 大人客气了 路上我已经听王伯头说了 从日落之前 查实的病患一百零五人 到现在未发现再有人增长 这就要恭喜大人了 看来此病 还是可以得到控制 此病并非是瘟疫急症 十郎中 你能确定吗 目前至少两点 还可以论证此说 这第一 是病情已经得到控制 第二 据我们观察 凡是染病加护 均是一人发病 从这两点上分析 暂时可以推断 此病并非具有传染性 到底适合病因 就连我这行医 几十年的人 到现在也未能 诊得出啊 是啊 查不出病因 就不能对症下药 我们也使用了一些 治疗此类病状的草药 可成效微乎其微 无一例病情好转的 李大人 我看这样不成 一是病情发展难料 二是行医人手短缺 草药储备也成问题 我建议大人 还是要从省城调请医事 另外草药也要大量的储备 以便应对 对 言之有理啊 好 我现在就上书 速报巡抚大人了 这样大人 我在省城和州府 还有一些同行之友 我可书信 邀请他们前来帮忙 对 我也有些同行之友 我也书信 请他们都过来帮忙 好 安提百姓多谢二位 来人 在 速被笔墨 是 两位二堂请 好 谢大人 谢大人 保佑 保佑我孝孙子早日康复 保佑我孝孙子早日康复 大娘 知父大人 请坐 李大人 这都是些什么病啊 真够吓人的 昨天一天 我都没敢出驿站 知父大人 俺这里又没病 老五这干啥呀 小心为上 还是小心为上啊 好 小心为上 小心为上 大人 大人啊 这病不是啥传染病 目前呢 全县得此病患的 共就一百零五人 并无任何增长了 只是这病因尚未查实 汇报的暂时就这么多了 好 情况我都知道了 李大人啊 你为此也辛苦了 不过还不可掉以轻心哪 病因还未查出 就不保还有没有再行传染 不可小事 我看这样吧 李大人 于县的病情 你先在这儿盯着 我知州府邸离子太近 不回去吧 我有点不放心 不如我先回去 大人 这件事呢 下官早就想到了 俺得知 除了下官这里 其他周边各县陵省呢 并没有一人得此病 包括您府邸也没有一例病情 是吗 这就好 这就好 不行 本官还是不能就这么待着 得干点什么 既然余县病患如此多 想必郎中大夫 人手肯定缺乏 我回去调些人手支援余县 也是好的吗 大人 这一点下官也想到了 我已派王捕头去通知巡抚大人 请他多派点人手 大人呢 最好还是不要离开本县 有啥事 下官好及时汇报给大人 您好帮俺拿主意吗 这 好 非常好 李大人哪 你做事还真是想得周全哪 那就上点茶吧 对 来人 上茶伺候知府 大人 是 大人 道长 您看我小孙子 是不是真得了什么怪病啊 刘大娘 多亏你平日虔诚 今日得报啊 若不是贫道来了 你那小孙的性命恐怕难保啊 他得的不是什么怪病 而是天独入侵 尤其是凡人俗药又怎能医治啊 老道长 我的孙子还有救吗 救人于水火乃贫道之天之 你速取水来 是 刘大娘 把孙儿抱出来吧 这乱哄哄的干啥呢 水道长啊 要施法救人哪 对啊 施法救人哪 施法救人 大娘 你坐好 贫道 我要施法救人了 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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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法救人 你看 罪我 好了 贫道以求人 九德 蒼灵神药 大娘 快把这药给孙儿喝了吧 快看那孩子的脸 那红掌子消失了 奶奶 我的好孙子 真的好啊 我的天哪 真是神啊 道长 您真是活神仙 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来 孩子 快给道长磕头 道长 救敬夫人 尝到修行之本 快起来 真神啊 道长 这是活神仙啊 瞅瞅 走 回山 道长 不是仙啊 道长 不是仙 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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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留步 道长 请留步 这位老丈 你换我 你是 对道长 您还不认识小老儿 我是 你不是那个张老头吗 道长 我认识他 对对对 小老儿拜见道长 张老丈 找我有事 有有有 哎呀 道长真是活神仙哪 刚才小老儿都看到了 真是要道病除 简直都神了 小老儿不才 想替余县患病的百姓请个愿 请道长再神一神救一救 患病的百姓吧 啊 啊 百姓们如有所需 平道自是择物旁贷 好好好 但今日灌中还有集市 平道只得先回山了 哎哎哎哎哎别呀 道长哎哎哎 今日救不了百个 你也得救十个 救不了十个 你也得再救一个呀 何况他也是个孩子呀 道长您就慈悲慈悲吧 又是个孩子啊 好吧 你孩子呢 不远不远 就在前面的仙鹤酒楼 我现在就带您去 等等 仙鹤酒楼 对对对 就是那个姓钟的开的酒楼 哎哎没错没错 怎么 道长认识钟老板呢 何止认识 他哪来的孩子 哎是大头 是钟老板收养的义子 原来是这样 这真是天意呀 哦不过 要是他 拼道可就去不了了 哎哎哎哎哎 为什么呀道长 那您这是 不瞒老丈 我与那姓钟的 一人相识多年 此人甚是狂大 对贫道存有偏见 从不信奉贫道所行善为 我看就免了吧 别呀道长啊 不看僧面看佛面哪 您就是和钟老板有什么过节 我不知道 小老儿啊 只想求您再救救孩子吧 道长 这 好吧 那我就走一趟 好好好 我带路啊 走走走走 走走 那是钟老板 你跟我来来来来来来 张老头 你这是干什么 下楼 有话就说嘛 下楼再说啊 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 哎呀 张老头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啊 你就别问了 下楼你就知道了 放放放放 我这也是为了给大头看病的 这位你是 是你 你来我这干什么 看看看看 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没变 那 我可不是到你这来喝酒的 要不是老丈说你这有病人 我才来看看 我是来医病救人的 你 医病救人 张老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大头有病 我自会请医用药 你把他叫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呢 你看看 你看看 道长是我请了给大头看病的 钟老板 你不知道啊 就是我隔壁留老婆子那个孙儿 跟大头得的是一样的病 刚才就是这位道长用神药 愣是把这个病给治好了 我是亲眼所见的 那才叫药道病除神灵人 够了 够了 我 张老头 你要是喝酒聊天我陪着你 你把他叫来为了这事 我钟某就要送客了 你看 你看看 你看 你这话怎么说的呢 人家可是好心好意呀 再说了 既然 不受欢迎 贫道之趣 告辞了 道长 别别别 道长 道长 我 我说钟老板呢 你你这话怎么说的呢 我好不容易把道长请来给大头看病的 你咋就不信呢 他 他那套啊 我懒得搭理他 不是 我说他 钟老板 钟老板 你 你 你说我这好心好意的 你看 这 啥 竟有这事 没错大人 是真的 这事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 那道长啊 等等 你说的是 京山道观的那位道长吗 回大人 正是这位道长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我说别人也没这个本事嘛 你先下去 是 知府大人看来您认识这位道长了 当然认识 你怎么忘了 本府不经常去他的道观敬香吗 是啊是啊是啊 俺也听说过此观香火非常旺盛啊 是吧 没错 没错 我这位道兄啊真是有两下子 本府最是服他了 他正在为圣上炼制仙丹哪 看来这位道长的确是不凡哪 如今他治好了那么多百姓的病 不行 一定得去看看 李大人 你先别急别急 来来来坐坐坐下 我正想好好地跟你说一说 这位道长哪 乡亲们 别急了乡亲们 别往前挤了乡亲们 别往前挤了乡亲们 别挤了别挤了 乡亲们 我们道长正在灌中行修法事 现在不能打扰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乡亲们 烦通禀医生吧 请道长出来跟我们见一下吧 是啊 我们是来请道长下山救人的 就让我们见一遍吧 不要急了 不要急了 乡亲们 对道长 你们殷河要急着见道长 怎么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不知道啊 我们县里好多人都得了怪病 郎中大夫都治不好 这不 今天道长下了趟山 一副仙药下去 就救好了一个人 这真是神奇啊 所以我们大家 全都是来求道长赐药的 就这种事啊 来 道长 大殿前 我都听到了 去吧 告诉他们 神药乃天赐灵物 许有成方可得 明日献成中阶 贫道要涉谈祭天 届时 凡病患家户 均可手持成物 谈前集会 带等贫道行使法事 我要齐取神药 屈病除魔 是 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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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长开门 道长 蜘蛛妹 开门呢 叫她进来吧 是 道长 道长 蜘蛛妹 什么事不是说好了 有事贫道去你那里吗 道长 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百姓啊 你为什么还不拿出解药救人啊 他们中了我的毒 爹会痛苦难当 再晚就要出人命了 我说蜘蛛妹 你怎知贫道没有救人 只是今日灌中有药室缠身 这不我已安排好明日便下山救人 明日明日就是最后一天期限了 如果是超过此时 你就是再拿出解药 也救不回人命的 道长 好了好了 蜘蛛妹 我都知道了 贫道答应过你的事情 又怎么会有变呢 你放心 贫道向你保证 绝不会有一人因此而亡 好吧 我 周老板 周老板 李大爷 您来了 孩子现在已经昏迷了 施洛先生 孩子有危险吗 气脉均衣虚弱 连疼痛都无力叫喊了 情况不妙啊 你 你 这样不行啊 钟老板 刚才俺已和张老头去过刘大娘家了 起初俺也不太相信那位道长 竟有此处可以救人 但眼见为时此事是真 因此 俺也就同意道观 明日社团发药一事 本官认为 目前最重要的 事先医治旧人 所以张老头把俺叫来 就是想跟钟老板 您说一说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不管明日那个假道士 想做什么 我钟某管他不着 只是我绝不会受他蛊惑 或看他演术 李大人 我心领了 这孩子既然得的是病 我就不相信正道的医术 无法医治他 李大人 谢谢你 好 李大人 你看看 我没说错吧 你看他 张老头 自己倒茶喝 施老先生 我知道这个病邪 但是我还是相信你 请你直言相告 这孩子的病 到底能不能治 这 钟老板 老朽无能啊 钟某 谢谢各位了 钟某 谢谢各位了 你们请回吧 对 对呀 我可是老糊涂了 我怎么就没想起他呢 何顺 是啊 何顺 何顺是谁啊 李大人 何顺是我的一个小朋友 说其他来话可长了 这样吧 有时间我再跟你慢慢说 钟老板 你不是现在就要进山找他吧 是啊 我现在就去啊 钟老板 何顺住哪儿 你可知道 是啊 他住在山里什么位置 我还真不清楚啊 那怎么找啊 深山老林的 天又快黑了 我看哪 不如明天去找吧 不行啊 不能再等了 再等这孩子就危险了 钟老板 钟老板 这 这大夜里去耀明山 非常危险哪 什么 耀明山 对呀 我的天哪 那可是耀明的山哪 你说白天进去 认识路的都出不来 这大夜里的可怎么好啊 不是 你说他这个人 你看 别别别 那个 石老先生 何顺到底是谁 说起这个何顺的身世 老朽也不全然知晓 只知道他从小 被耀明山的一位老怪人 收养为徒 这老怪人说起来 也算是我们一界的 一位传奇人物 医术高深莫测 但为人却是孤傲偏执 脾气古怪 所以定居着耀明山 却喜好犹疑似方 这两年又不见了踪影 把这个何顺 一个人留在了山中 要说这个何顺 那可就更加神奇了 别看他年龄虽小 自幼随师学成一身 高超医术 且成长密林 长遍山中 齐花一草 因此百毒不侵 小小年纪却神奇一方啊 竟有如此奇人奇事啊 这么说 有 这有这么什么 能医好他了 他能不能医得了 这个外病 我也说不好 至少呢 是个希望吧 只是这耀明山 五峰相连 绵绵山脉 近有百里之遥 那何顺又灌走群山之间 行踪不定 钟老板深夜进山 又怎能将他寻到 好 嘿嘿 嘿 这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香啊 小家伙 你怎么来了 都这么晚了还出来玩 行了 回家找妈妈去 记住 哪儿也不能去 回家找妈妈去 这就乖了 不能再乱跑了 我还以为是谁 原来是你啊 老朋友 天都这么黑了 你还来干嘛 是想我了是不是 不过今儿我可不能跟你聊天了 我都困了 你也回去睡觉吧 你怎么还不走啊 再不走我可就不理你了 这才乖嘛 这才乖嘛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对对 听说李大人聘了一个女师爷 想必就是姑娘你了吧 正是 钟老板 这一大清早 您就跑到这郊外来做什么呀 别提了 我那义子啊得了重病 我昨天晚上就进了耀明山 想请一个朋友给他治一治 可是没有找到啊 您是说大头得了重病 姑娘认识我义子 认识 是啊 大头得了怪病啊 县里的郎中呢是无人能治 姑娘 这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不知道 出什么事了 我这几日 家里有一些事回家了一趟 县里到底出什么事了 钟老板快讲给我听听吧 大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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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忍忍啊 娘叫彩莲给你熬药去了 忍忍啊 你们 叫大夫 你的命大夫治不好 你等着啊 娘去给你熬神药去啊 等着 你不熬神药 你们就不想救我 不想救我 这大夫 找大夫去 小狗人啊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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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大娘 大娘 怎么会这样 钟老板 你能确定 那河顺就住在这耀明山上吗 不会有错 他肯定就在这耀明山中 哎呀 只可惜找不到他呀 看来大头这个病啊 也是危急了 钟老板 你先别急 我帮您找何顺 你 嗯 钟老板 您先别急 我帮您找何顺 你 这来 你看 部队 弄得悬红乎的啊 哎 李大人 此时一刻 可不好出口不進啊 哦 哎呀 反对这一套本是不信的 今日道长如果 真能帮百姓医病的话 那俺倒是真的要谢谢他 李大人 你还是年轻啊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 由不得你不信哪 大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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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烧情了安静 听贫道说上几句 今日于县百姓蒙难 贫道深感痛哉 青山冠羽匹邻跪界 平日多蒙众为乡里信爱 才使本贯香火旺盛 与日增辉啊 此如雨水之情 贫道感激之志啊 天灾无情 人有情 今日乡亲之难 犹如贫道感同身受 为此大见神坛 贫道愿为百姓 启迹神灵 消灾除难 以示贫道 善为之心 更是为了感谢乡亲们的 一片幸福之情啊 道长 您能为我们百姓如此 我们感谢您了 是啊 道长 是啊 您的仁爱之心 我们不会忘记啊 乡亲们啊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好 我这位道兄啊 还真怀有一负人得之心啊 李大人 你说是吧 好 众位生气烧安 贫道现在就为你们祭天其药 来呀 请见 钟老板 您回来了 二朱啊 我不是让你在家照看你哥吗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 不放心大头吗 所以一早就回来看看 我看见张老伯待了一个晚上 我就换他回家了 大头怎么样了 还是昏迷不行 这不 我给他熬了点粥 他得吃点东西了 上楼吧 二朱哥 二朱哥不好了 大娘他被大朱哥推倒了 你快回去看看吧 这个畜生 二朱 你还愣着干嘛 回家呀 好好好 彩琳快走 山神爷爷 红鱼儿有事求见 请山神爷爷快快现身吧 山神爷爷 山神爷爷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红鱼儿 你不在你的碧波湖好好修炼 跑到这儿来找我干什么 山神爷爷 有有急事找山神爷爷 还请山神爷爷帮帮忙 哦 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 我知道 这耀鸣山是山神爷爷的管辖之地 不知山神爷爷可知道 这山上有个名叫和顺的 哦 你说那小子 有有 有 哎 红鱼儿 你找他干什么 我找他是为治病救人 还请山神爷爷快告诉我 他在哪儿 哦 原来是为了这 那你算找对了 这小子天生就是个救世主 本事大得很哪 你看 我这耀鸣山乃武风相连 那小子人儿虽不大 却居我武风之巅 你到那儿定能找到他 好 多谢山神爷爷 哎 慢慢慢慢 虎月儿 你替我捎捎两句话 哦 让他小心生火 别了了我老人家的眉毛啊 哈哈哈哈 知道了 鱼儿告辞了 好 慢走 二猪啊 你倒是快去啊 娘 我大哥 他也太没人性了 他对您不孝 那么好一嫂子 都让他逼成那个样子了 我不想去 再说 人家钟老板都不信这个 我也不应该信 二猪啊 来 二猪 再怎么着 他是你亲哥哥 是娘身上的一块肉 将来你为人父母就知道 娘是杂乡的了 你倒是快去啊 我不去 大娘 二猪哥 你就别再让大娘着急了 赶快去啊 娘 娘 你先别生气 我现在去 我现在去 您别生气啊 大娘 来躺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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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赤诚之心 天地感荣 贫道替鱼献苍生 感谢神灵了 来呀 将贫道锁链丹药 融入这天赐神水之中 合成神药 赐福百姓们吧 各位乡亲 请把你们守 一会儿神水 一会儿神丹 他真能治这怪兵吗 李大人 瞧你这话说的 道长忙活了半天 不就是医兵救人吗 把药赐给他们吧 发烹谁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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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谢谢师父 好了 我们走吧 你我回县衙边品茶 边等道长的好消息 好吧 但也如此 走吧 这样吧 不如把道长请到县衙一纵 本官呢 正好给你们互相介绍介绍 你看如何呀 也好 下官正有此意 那就跟这位道长 一起等待结果吧 找 道长 那个姓钟的还是没来呀 这不奇怪 我早料到呢 不过除了他 还有医护没有来 怎么回事 我 说 我打听清楚了 那个病户叫何大柱 他弟弟正是仙鹤酒楼 幸中的伙计 原来是这样 那就怪不得了 道长 知府大人与我们李大人 请道长到县衙一续 请这位差爷并告医生 贫道即刻便去 好 道长 那剩下的药 倒地吧 怎么回事啊 看着他 干什么啊 收了 收了 是 快点 请问道兄 道长在吗 道兄 道兄 哎 怎么回事啊 大人与你 都已经在这儿 你走啊 你走啊 请问道长 你不就是那个 先喝酒楼跑堂的吗 对对对 我就是 我是来给我哥哥 取神药的 取神药 有 有 谢谢 谢谢 来来 我给你倒啊 可惜啊 你来晚了 来 知府大人您请坐 大兄这回辛苦你了 哪里哪里 知府大人辛苦 怎么 李仪大人不在啊 他这个人哪 那不 衙门里也有两个当差的 得了此病 一个就躺在这班房呢 他不放心 取了药还要亲自去看 这也好 眼见为实嘛 否则他还怀疑道兄的神药 是否灵验呢 这也难怪 看看也好 看看也好啊 道兄啊 要说到这病 我还真得问问你 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怎么来势凶猛 如此吓人哪 甚至到现在那些庸医们 还都搞不清到底是什么病 知父大人 这也怪不得这般凡医郎中啊 此病无名 乃是天独之亲 凡臣俗要自是无方可治啊 原来是这样啊 这就难怪了 幸亏有你道兄在啊 否则这场天灾 还不知道闹到什么地步 道兄 你这回真是为民做了一件大大的善行 哪里哪里 这也是贫道本该行善之事啊 知父大人 照这么说来 贫道还算为李大人解去了一点忧烦 贫道不为他求 但求明正 此事过后再亦万民折一事 恐不会再让这位李大人为难了吧 此事亦是自然 谁到渠成之事 一成 一成啊 你别说啊 本来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没想到天意如此 刀兄 真乃是福德之人哪 此事就交由本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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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睡了千年的爱恋 透过云曾照亮双眼 穿越时光波动心弦 人间烟火轻轻的一吻 we listen 你是躲在湖地的近列 尽无法逃避这情愿 尽使这情愿 你是住在坊间的青老 你是住在坊间的青老 人间冷暖深深一段情谊 多想感受你的心跳 多想牵挂你的忧愁 在你眼眸中的我不停喃喃的自语 我们俩注定要分离 愿梦里享受到天花 流传了千年的美丽 愿梦里享受到天花